汕头华侨试验区设立十年来 大胆探索改革创新 努力打造工业力士产业强势新高地 永当汕头建设现代化活力特区排投兵 市政协举办 感知汕头宣介汕头故乡型专题活动 邀请港澳委员立善参观 增强助推汕头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汕头站至汕头站高铁环线列车正式开通运营 加速汕潮街都市圈 梅州和园革命老区 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互联互通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日 农历8月13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2014年9月15日 国务院批复同意 在汕头经济特区设立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要求积极开展先行先驶 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对外开放探索新路 作为全国唯一 以华侨和文化为核心概念的国家级发展平台 十年来汕头市和汕头华侨试验区大胆探索改革创新 以拼搏践行使命 以实干权势担当 将新区美好蓝图一步步化作现实 努力打造工业历史 产业强势新高地 永当汕头建设现代化活力特区排头兵 十年间沧海桑田 华侨试验区东海岸新城绝地而起 一起回顾十年巨变 2014年 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或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 并于同年12月正式挂牌成立 2015年 国家发改委同意将华侨试验区 列为中欧区域政策合作试点地区 创设全国首个 以华侨为核心概念的区域股权交易市场 华侨版 中国科协海志计划汕头工作基地 落户华侨试验区 2016年 广东省金融办批复同意 在华侨试验区设立广东华侨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投资约43亿元的城市一级主干道 汕头东海岸大道全线贯通 2017年 东海岸新城首座九年移贯制学校 汕头金钟华侨试验区学校开学 国桥办批复同意在华侨试验区设立乔梦院 2018年 设立规模50亿元的华侨产业投资母基金 华侨试验区人才大厦启用运营 2019年 东海岸新城新西片首宗土地挂牌出让 2020年省政府印发实施广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支持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东海岸新城首座占地600亩的金湾东海岸公园正式开源 2021年 全国首例在填海造陆区建设的综合管廊 长近15公里的越东首个大型地下综合管廊建成 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条例正式实施 华侨母基金投资项目迎来首家上市企业 广东天翼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深交所创业版挂牌交易 2022年 汕头区域性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机房建设完成 开始试运营 华侨试验区协办首届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 获批首家广东省华文教育创新发展基地 2023年 华侨试验区协办第二届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 越东目前规模最大 标准最高的汕头体育中心正式启用 2024年 东海岸新城迎来首座三级甲等专科医院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科中心心院区 今年初 省委常委会到汕头调研并召开会议 要求高标准建设华侨试验区 华侨试验区以工业历史产业强势新高地为总目标 积极构建 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充分发挥汕头国际海岸登陆站和区域性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 以及国内首个合规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业务试点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资源秉赋 打造一区四港的现代产业布局 构建华南国际电商直播港 数字经济港 大健康港和文娱会展港四大现代产业空间载体 全力建设数字经济特区核心区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 在线教育 跨境金融 特色互联网及软件服务 数字短视频等五大领域产业 目前华侨试验区执管区已有12个总部经济项目落户 总投资超216亿元 执管区入住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39家 国内首个华侨版累计挂牌企业701家 实现融资超22亿元 托管股本超105亿股 近三年来 华侨试验区执管区地区生产总值 从2020年的19.23亿元 增长至2023年的41.55亿元 试验区设立以来 固投项目136个 总投资1751亿元 执管区登记注册企业近2500家 总注册资本超700亿元 写好新时代乔的文章 要用心也要创新 华侨试验区通过建设华侨之家 打造联系和服务广大乔界人士 推动卫侨服务工作开展的重要阵地 目前华侨之家已有44家海外侨团商会 在华侨之家入住挂牌 涉侨权益保护法官工作室 为侨企侨胞提供涉侨司法服务 与此同时 华侨试验区深化便利 华侨华人投资制度改革 探索建立国际数据交互枢纽和绿色算力节点 设立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平台 国际侨才港 目前累计登记注册企业78家 注册资本186亿元 华侨试验区还设立了 汕头首个面向华侨华人及投资者的 专业代办服务平台 乔汇宝 华侨试验区坚持以文化为纽带 不断扩大新区影响力 去年以来 汕头体育中心累计举办大型演唱会 音乐节共18场 吸引全国各地超25万名观演观众 该中心还先后举办香港明星足球赛 首届珠江文体杯汕头足球联赛 首届华侨华人篮球邀请赛等体育赛事 推动华侨试验区文体事业 不断实现新发展 下来华侨试验区将认证贯成落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关于加快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部署 成为发挥扇投经济特区实验田 和海外华侨试的众多的优势 建设数字经济特区合议区 深入开展一加三产业体系 即以跨境数字传输为牵引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文艺会展大乡产业 推动华侨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 进一步汇聚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汕头实践的强大动力 9月14号至15号 市政协举办 感知汕头宣介汕头 故乡型专题活动 邀请港澳委员立善参观 进一步了解家乡的发展与变化 增强感知汕头宣介汕头 助推汕头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市政协领导邱义辉陈列峰周昭勇参加活动 14号下午 港澳委员们首先参观了汕头国际会展中心 这是今年两大盛会的主会场 实地感受汕头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成就 随后在华侨试验区金湾学校正文图书馆 举行揭牌仪式 该图书馆由潮汕三市政协港澳委员联谊会 捐资建设 凝聚历届市政协港澳委员 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当天 委员们还前往汕头工业博物馆 潮汕前庄展馆 秋冯甲与汕头展馆参观学习 深入了解汕头工业发展历史 潮桥文化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当天晚上 市政协举办了 顾香岳家国情 善港澳三地委员中秋谈话会 香港组召集人陈志明 澳门组召集人陈海钦 围绕共庆中秋佳节的主题 畅谈团结友谊 共化家乡发展 在温馨的氛围中 委员们同赏顾香岳 共序家国情 15号上午 港澳委员们走进市政协 港澳委员活动中心 参观市政协机关 铭记光辉历程 更续前行力量图片展 大家表示 通过参观这些反映 人民政协光辉历程的老照片 更加深刻感受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人民政协积极投身 建立新中国 建设新中国 探索改革路 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走过的辉煌历程发挥的重要作用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 全体参会人员面向国旗齐声高唱国歌 用歌声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深情祝福 会议集中学习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组织开展普通话培训 观看汕头市产业发展宣传片 会上张丽人 陈叶林 李文生 郭林熙等港澳委员交流学习全会精神的心得体会 和参加此次故乡型专题的体会认识 大家纷纷表示 通过实地参观和亲身感悟 深刻感受到了新时代伟大祖国的崭新变化 和家乡汕头的发展新成就 将更加自觉地画好同心源 汇聚正能量 同心同向同行 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善港澳三地高质量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会议强调 要持续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 充分发挥港澳委员双重积极作用 在主动融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局上 认真屡职尽责 以实际行动 展现政协委员担当作为 在助推汕头高质量发展上 贡献力量 奋力谱写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篇章 今天上午 汕头站至汕头站高铁环线列车 正式开通运营 这条高铁环线在越东大地上 编织一张紧密交织 四通八达 双向流动的高铁网络 不仅满足汕头及沿线地区群众的出行需求 也加速了汕潮街都市圈 梅州和原革命老区 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 为产业合作 人才交流 文化互建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 助力汕头打造高水平综合交通枢纽 上午7点半 乘坐汕头站至汕头站高铁环线列车 首班车的乘客们排队等候检票进站 直接搜汕头站到普林站那个就选了这个呀 然后我也是到这里才发现这个是黄线 我们来旅游的 去潮山挺方便的挺好 我要去那分顺 线路还是挺好的 之前总要去潮山在那边转 大概要中途转要去到一个多小时了 汕头站至汕头站高铁环线开通初期 铁路部门组织每天开行两列 上下午各一列 方向相反 上午的洞7322次 于7点58分汕头站始发 14点33分到达终点站汕头站 全程6小时35分 下午的洞7324次 于14点51分汕头站始发 21点01分到达终点站汕头站 全程6小时10分 列车穿行汕头 汕尾 深圳 东莞 惠州 河源 梅州 接阳 潮州9个城市 沿途停靠 潮汕 深圳平山 深圳北 东莞南 惠州北 梅州西等21个车站 旅客可按需分段乘坐 到深圳平山 半个小时吧 以前从潮汕站坐 他就离山倒市就比较远 然后这个可能方便一些 非常方便 比如说我 以后想去深圳的话 我觉得好像速度快快了很多 我很想体验一下 因为过可能国庆 我就会去一趟深圳 早上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这趟7点58分开的 那么他是走了一个 从地图上看是走了一个 顺时针的一个环形 那么我们下午 14点51分开的这趟 那是就是从地图上看 就走了一个逆时针的环形 这个车更多的可能是一些 趋断流 比如说这个 我们的人民 这边汕头的人 想去接洋 或者是潮汕 但是可能接洋潮汕的人 又想去梅州 然后梅州的人 又想从那边到河源 就是一段一段的这种叫做趋断流 昨天 龙川至龙岩高铁梅龙段 及梅龙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这段不到100公里的铁路 却至关重要 它拉通了越东高铁环线 实现了梅龙高铁 梅扇高铁 分别与盖深高铁 航深高铁相连 四条高铁形成越东环线 使广州东站 至广州南站 汕头站至汕头站 这两对越东高铁环线列车 分别在昨天和今天 得以顺利开行 其中 汕头站至汕头站环线始发站 与中道站 均为汕头站 广州东站至广州南站环线 京亭 接阳站 潮汕站等 两对高铁环线列车的开行 进一步满足 越东群众的出行需求 使得从越东 前往深圳 东莞 惠州等 越港澳大湾区 核心城市的旅程 变得更为便捷 让双城生活更为方便 高铁环线的拉通 也将促进更多资源要素 实现流动与共享 进一步释放越东地区经济活力 提升区域竞争力 梅龙高铁 就真真真正的 把我们的整个越东地区的 这个城市串联到了一起 这才帮助我们这个列车的 最后真正的顺利的开通 开行 也是相当于增加了一条 专门的这个环线的线路 对于我们越东和越港澳大湾区之间的 这个文化和经济交流 都是起到了非常 积极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今天上午 华侨试验区管委会在泰盛科创园举办华侨试验区设立十周年摄影展 参展作品 记录华侨试验区设立十周年的高质量发展历程 副市长赵志涛出席活动并致辞 要求华侨试验区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 构建工商并举的现代产业体系 因地质疑大力发展新制生产力 同时坚持以桥为桥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做好新时代桥的文章 强化巨桥连桥通桥平台建设 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华侨华人 再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 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此次摄影展收到2000多件作品 评选出100件优秀作品 在线下和线上同步展出 展现华侨试验区建设发展的新成效 新风貌 看到了它从当初一片荒芜 到后面一条条道路建设起来了 我们这些高楼大厦 以后村村般的建设 由我们整个汕头 我们华侨试验区它的发展 感到骄傲和自豪 线西这边它是一个良好的一个银山环境 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趋势 还有就是聚桥联桥 就是对我们这些桥的一些优惠啊 各方面的政策 我们准备来这边做一个电子信息类的那个制造业 还有一个就是企业在这边 像这些电子零部件啊 电子那个智能信息啊 AI类的机器人 还有这些低空经济体的这种行业 我们希望通过举办华侨试验区设立十周年摄影展 展现华侨试验区一路向新的高质量发展成效 同时呢 借助摄影展 致近十年来一直光新支持摄影区建设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们 中秋佳节前夕一场别开生命的爱心妈妈与儿童庆中秋化团圆活动 在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举行 为留守困境儿童送上关爱与节制祝福 活动由省复联指导 是复联主办 是易善乐妇女儿童基金会协办 省复联副主席曾小佳参加活动并讲话 对我是各籍复联大理推进爱心妈妈工作 表示赞赏和肯定 他表示 省复联对汕头市委市政府阶级探索 慈善事业创新发展的新途径 给予高度评价 驮成爱心妈妈让留守困境儿童 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希望各有关部门阶级支持爱心妈妈截队关爱行动 动员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到 关注支持留守困境儿童的队伍中 爱心妈妈代表 散途市荣誉市民马亚女士发来视频讲话 马亚女士是一名在港16年的驼城爱心妈妈 至今已捐资300多万元 截队帮扶困境儿童7500多人次 她在视频讲话中表示 将近其所能捐资支持开展困境儿童 助学护研等公益项目 以实际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 让生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现场表演精彩的24节令鼓 启动汕头市爱心妈妈暖童行动公益项目 将持续三年在全市各区县 以组团式帮扶项目化推进和链接资源等方式 关爱帮扶留守困境儿童 对她的帮助我觉得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新的 现场还举行结队帮扶仪式 市益善乐妇女儿童基金会 为困境儿童准备微心愿 助力心愿成真 9月13号下午 汕头市网络安全宣传周金融主题日活动 在市区新一城广场举办 活动由市委网新办指导 中国人民银行汕头市分行主办 中国农业银行汕头分行承办 活动通过宣传视频 金融知识互动等方式 向市民普及金融网络安全知识 提升个人信息保护 与防范网络诈骗的意识与能力 助劳金融网络安全防线 市民朋友们 不要随意在网上透露个人金融信息 注意支付安全 仔细核对支付网站 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接进行支付 做好密码防范 设置复杂且独特的支付密码 并定期更换 警惕电信诈骗 警惕不明来源的电话 短信和邮件 不轻易相信所谓的客服 要求提供个人信息 或者进行转账操作 9月14号 2024年汕头市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 即12355护航青春共成长青少年权益维护活动 在市驼滨职业技术学校举办 活动由市委网信办 团市委主办 市驼滨职业技术学校团委 市启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 活动中 市公安局龙虎分局网络警察大队民警 做专题讲座 教育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网络安全观 社工带来法治主题小游戏 同学们从中了解法律知识 学会保护自己 维护合法权益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